深圳双雄还是败了 就在上场深聊大战中 他们就以119比123的战绩败给了辽宁队 当上场比赛结束之后 先不说他们送给对手一个两连败 他们还再度掌获了六连胜 这也就让辽宁队再度启示 相信大家也知道 在当前赛季已经没有了绝对的弱旅 就算是四川队 他们也在张德贵的带领之下击败了多名强敌 在这种情况下 显然就到逼着辽宁队也能够突破自我的新极限 只有这样 他们才能勇多三连贯 并强势建立辽宁王朝 但深圳队在深聊大战失利的根源已经彻底浮现 这个根源究竟是什么呢 可如果要问深圳队失利的根源 根据郑永刚在赛后的采访来看 他直接指出球队在深聊大战所出现的问题 首当其冲的就是篮板球 在这方面 他们足足落后对手17个 其中 前场篮板落后14个 后场篮板落后对手3个 这也就让他们给辽宁队足足提供了17次发动2次反击的机会 反观对手呢 除了在加实赛 辽宁队的攻守效率下滑得非常厉害 在前四节的比赛中 他们显然就利用在篮板球方面的优势始终稳压深圳队一投 没错 何西宁这名后卫确实在上场比赛投进了八季三分球 但光靠他与萨林杰联手就想在关键时刻救助 这还远远不够 他们这次的对手可是辽宁队 就算郭艾伦的缺席对他们的整体实力造成非常大的影响 可大家不要忘了 不仅赵继维与富豪这两名本土球员完成新的蜕变 就连张震林这名风味摇摆人也取得了新的突破 关于这一点 我们从这几人在赛场上的表现就能明显地看出来了 但如果靠他们现有的这些战力就想蝉联三连贯的话 这依旧还是差了很多 毕竟深圳队在赫西宁与萨林杰这队深圳双雄的带领之下 都能够将辽宁队逼到这个份上 不过辽宁队依旧让诸多粉丝充满了期待 当郭艾伦从明晨与烟手齐等球员重新满血归队之后 他们的整体实力必然还会取得新的突破 而且大家不要忘了 常规赛还有19轮比赛 这也就是说 辽宁队的综合战力在未来依旧能够取得新的突破 尤其是张俊豪与李虎逸这两名年轻球员 他们显然就成为了破局的关键 毕竟林薇 杨汉森与崔永熙的出色表现 就让乌哥看到了年轻球员的重要性 反观深圳队呢 他们在未来的比赛中 一定要想办法在内线建立更多的优势 而且他们之所以会在深聊大战告负 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 他们在篮板球方面的失利 这也就让赵继伟他们抓住更多机会 并发动更多的二次反击 但明眼人依旧发现了他们告负的另一大因素 那就是疲劳 尤其是在第四节与加时赛中 他们的核心球员明显打不动了 就连他们的投篮动作也出现了变形 在这种情况下 深圳队攻守效率的下滑也就不足为奇了 可如果年轻球员能够独当一面呢 结局必然就是另一种结果 但在余下的赛程中 郑永刚一定会给他们提供更多的机会 我们下期再见